马来西亚媒体称 李约将是李宗伟圆梦奥运金牌的最好机会 改变对于林丹来说 我觉得其实当然对中国队来讲会影响比较大 因为可能有更多的减少了一些人参加奥运会的一些机会 不管是两个还是三个 其实你都要努力的去做好你自己要做的 我觉得甚至只有一个 你都要去做好自己的一些努力 不管到最后面是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就做好自己就是最重要的 林丹和李宗伟再次凑到一块 是受中国羽毛球国际挑战赛组委会的邀请 二月中旬到海南灵水打了一场表演赛 李宗伟远道而来 赛前还爆料脚伤未遇 不过在场上他打的还是很卖力 相比之下倒是林丹显得平静很多 从去年八月广州市锦赛加冕五冠王之后 林丹告别国际比赛又是半年多了 本打算二三月亮相国际赛场 但由于世界排名低很难报上名 第一场国际比赛会是什么时候 应该在四月份吧 瑞士不去了 瑞士好像后面报名有点赶不上 所以就可能没有办法 可能会从四月份开始 本月初林丹回归国家队 并随队在海南灵水封闭集训 队内竞争中25岁的陈龙对林丹冲击最大 去年的广州市锦赛本来被看作是陈龙接班的正名之战 可却被林丹挡在了四墙之外 31岁的林丹也许有很多制胜秘籍 而刻苦必是其中之一 毕竟林丹他拿了这么多大赛的冠军 还能保持一个就是跟我们一样 甚至比我们就是更努力的一个状态去训练 从头再来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确实是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些运动员 所需要学习和有差距的地方 下来之后也会看一看对方的训练或怎么样 可能更多还是要去要打一打 可能才心里才会知道 因为你没有去打的话 可能还是看的话可能不太一样 训练中陈龙瞄着林丹 同样林丹对这位师弟的状态也非常上心 尽管12年奥运会13年世锦赛连续遭遇挫折 陈龙的金牌梦依然坚定 最近一年里陈龙公开在决赛三域里 宗伟保持全胜 为了跨过更大的挑战 他每天用这样一句座有名激励自己 每天让自己难受一点 可能以后就会舒服一点 陈龙在往李悦的路上走的时候 我希望他能够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 脚踏实实的去迎接李悦的挑战 但是我认为他的目标毫无意味就是冠军 汗水不仅仅属于陈龙 而是流淌在林举集训的每一位队员脸上 冠军梦翔也并非只萌发在他一个人心中 所有人都要整装再启程 我们已经走过了20年的路程 轮断案例会已经获得了5枚金牌 所有的人不管是教练工作人员还是运动员 都有一些松懈 有一点懈怠 然后或者迷失方向 在这一点上 我们的二次床业还是取决于竞技体育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封闭集训 让大家知道 这个艰苦奋斗 吃苦耐劳 刻苦训练 对我们二次床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是运动员们比过去严谨了 然后敬业精神更强了 然后就是比赛的精神面貌上 也会比以前更好了 比赛的斗志和投入的程度上 也会比以前更多了 这次领水集训 给中国羽毛球队上下影响最深的是 二次创业的理念 那队员们普遍反映 练得更苦也更累了 队员们现在流行着一句话 苦不一定能换来成绩 而不苦一定不会等来好成绩 那国语的领水集训将持续到三月初 然后主力成员奔赴欧洲 参加全英和瑞士两战公开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